不知道您平时喜欢去哪儿玩 美术馆绝对是一个好地方 熟悉山东美术馆的朋友都知道 美术馆一直都是下午五点闭馆 最近这种开放模式有了新调整 现在是下午的五点钟 熟悉美术馆的朋友都知道 以前在这个时间点 美术馆已经结束一天的热闹 回归平静 但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见 有不少游客正在进入 平时没有时间 平时到这里四点慢 我正常下班都是五点 然后就是想到孩子刚好放学 接着他就顺道就过来了 也不耽误什么事 而且觉得晚上现在还是会凉快一些 熟悉美术馆能够在下班后 来到美术馆 感受美术馆独特的艺术气息 因为山东美术馆开启了 夜间岩石开放模式 山东美术馆自6月30日至9月23日 逢周五周六 每天闭馆时间延长至晚上八点 也就是说每天延长三个小时 严实期间 美术馆将开放一层和A层空间 主要有大家可以来到这看展览 可以参加公共教育活动 我们周五的时间是在A层的接替教室 放有一个艺术电影或者艺术纪录片 喜爱艺术的朋友可以去随时看 他今天展出的画作我都非常的喜欢 也非常的惊喜 包括他的对色彩 对这种构图感觉很大胆 除了丰富的艺术展览 游客还可以在这里喝上一杯咖啡 感受一点西式的小浪漫 就是现在美术馆演示开放了 大家的话可以来这里 就是我们休息的地方 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艺术衍生品 这艺术衍生品呢 有一些国内的一些品牌 还有国外的艺术艺术家 都是我们征选的 然后大家可以在喝咖啡的时候 可以看一看 但应该是在沥甸生品 我们去医院保兴 都是我们去医院保兴 保兴 能保兴